各位好 我叫薩爾 本身是這堂主持的東西 也是大會的工作人員 那歡迎來到這一場 由 MacGag 幫忙大家出獎的 部署為應 OpenState的造型 那 MacGag 本身在台灣的 OpenState 的 User Group 就是使用者群組裡面 其實非常的活躍 那他也用到了很多 OpenState 從早期到現在 他經歷了很多經驗 那他這一次的主題 就是把他所有的經驗 來跟大家分享 那同時呢 台灣的 OpenState 的 User Group 在 Macbook 上面 也有粉絲專頁 那如果大家 對 OpenState 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去追蹤他們的粉絲專頁 他們未來會辦一些活動 歡迎大家多分參與 那我們就把時間交給 MacGag 好 謝謝大家 謝謝主持人這邊的 精彩的開場白 好 很高興今天有這個機會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OpenState 這個東西 那今天看這個題目 就一聽就是看起來很靠黑 好 好 好 不好意思我可能還是會用中文開始進行今天的營業 那其實我今天 呃 好我今天所介紹一下好了 我是 MacGag 那剛剛主持人講說我在 呃 其實我從2012年的時候就開始用 OpenState 我過去在 呃 所以我發現這是 欸 好像針對講者有優待 是不是我突然從小會議室申請到大會議廳 那 我講話有點靠北 大家不要太在意了 不要介意了 好 那 那過去其實大家都 到目前為止 其實來說 這種 呃 部署跟委員工序 其實大家一直在今天 安裝OpenState 就碰到一個 最切正的指控 那 我今天就大概講一下說 你大概要怎麼去選擇你的一些工具 然後怎麼去幫你去完成 那大概會碰到哪些困難的難題 那大概我 我基本上今天這個關於算是非常比較 初 初入階的 那 有機會 因為很多Sight 他要針對你的一些特性 你的一些需求 會很多客製化 那我們可以私底下再聊一聊這一塊 那 我是MaiJack 那我在 User Group上面 有一個 CREATE的一個 呃 在2013年的時候 11月的時候 有CREATE的一個 User Group 那最近大家都在早職工 那如果你對OpenState 這邊就想要更多了解 可以跟這些社群的職工接洽 然後可以幫忙說 比如說幫忙找講者 或者說我很樂意來幫助這個社群的一些發展 然後一些什麼想要參與這個活動 那都歡迎來這邊跟我們聯繫 那我們的確非常缺很多職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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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先問 OpenState是什麼 可以吃嗎 大家都問 可以吃嗎 好 我這邊先做個簡單的訪問 因為我知道OpenState是什麼 不知道幾下是什麼 所以大家都衝著OpenState來提醒 好 好 那 其實 大家都知道說OpenState從2012年 2011年的 20幾 好 2010年的時候 他一開始在美國德州那邊 就是什麼NASA 然後還有什麼RedSpace的人 成立 他們就各自斗內幾個component 那時候什麼 有RedSpace 他們一在做一些什麼互聯網host的廠商 所以他就把一些什麼Swift的東西 提供出來 斗內出來 他們在做一些object的東西 object story的東西 那 NOVA 它就是NASA這個美國航胎總組 他們提供 就是把他那個 那這個在做什麼虛擬化品牌 就是要管理的一堆工具 這個品牌把它提供出來 貢獻出來 那就一開始 這形成一個最早的 OvenState版本 A版本 那這個A版本 它其實都把裡面塞了一堆 哩哩哩哩哩的東西在裡面 各位可能 不太清楚 如果以前 除非你們很早有碰過 這邊有沒有從 比我2012年還早就在玩 2012年之前就碰過OpenState 我知道那時候 台灣有很多先進在那邊 那個 一些什麼 樓上有一個攤位 那個隔費的前身 他們就在做這件事情 他們曾經也貢獻了非常多的 Code回去OpenState 那 在那個時候其實真的 第一個 你光要去了解它是什麼 那時候大家其實對你也不是很清楚 然後想要去把它整個 安裝建設起來 也沒有一個很好的工具 可以幫你完成這些事情 相對來說 就是浪費工程師的生命 那工程師不斷的加班 很辛苦的 把這些都弄出來 然後還會想辦法去找說 有什麼應用 什麼服務 可以放在這樣 所以可不可以吃 可以吃 但是很難吃 我一直到目前 到目前來講 其實還是會有這些問題 那它的確還需要很多環境 然後慢慢把它去完成 那今天這個Code 它其實比較是一個 從大方向 比較概規角度去看這些東西 技術角度東西 如果每一個Component 都要去講 每一個BOOST工具 都要去講的時候 的確要花很多的時間 每一個東西都可以拿一個獨立出來 那我們這邊也趁這個機會 邀請各位 如果說 其實大家有些什麼心得的話 那其實在台灣的 Opensate社群 一直非常缺講者 那歡迎大家如果有機會 歡迎分享自己的小小心得 短短的Lighting Talk 也都可以 大概分享人說 我可能剛好碰到 哪些Mudget 哪些東西的時候 我可以來分享一下給大家 不要害羞 不要講 今天就不會特別講技術的東西 那先下結論 沒有 真的沒有 什麼叫沒有 你現在想要找到一套 不管是Open Source 或者是商業的套件 想要利用它來把你想要放在 雲上面的 一套雲端平台 我必須真的講 沒有 那其實我現在也在 某個商業公司裡面 我白天的工作 就是某個商業公司裡面 負責就是在賣這些雲端產品 然後被我老闆聽到 而且這個有錄影對不對 而且它就可以調到 藉口人家再亂講 好 那其實簡單講 就是說 目前來說真的沒有一套 可以一體試用 那我必須跟各位講說 是為什麼 首先啦 其實 絕大部分 如果在 人家會提到一些什麼 Deafcore的東西 那其實在Open Source來說 都相對非常穩定 非常穩定 然後他其實 也已經很多人把它 就到生產環境裡面去使用 生產環境裡面去使用 可是呢 你今天如果想要靠 之外 可以讓整個Open Source 更精采更豐富的 一定就是靠一個 Big Tent 底下的 其他的元件 可以把它這些東西做完 那這些東西 要把它補充 這東西好像是補充包一樣的概念 把它這些東西補充上去的時候 那問題是 你就找不到說 有一個完整的套件 可以幫你去做好這些事情 一下結論 這個東西的確 但是這樣子想說 建可一開始講說 什麼東西都沒有 那你今天到底會不會浪費 會不會浪費半個小時 45分鐘來聽這些 沒有什麼意義的事情 不會不會 我還是會從幾個角度來看 來幫助各位說 今天如果我真的還要選擇一個 安裝部署 然後可以讓我圍暈的事情 甚至可以結論一些開發人員 你利用這個平台 可以來做這些事情 就像最近很夯的一些什麼 大家有什麼概念 Debug什麼東西 那你也可以透過這個 從這幾個角度來看 去想說 怎麼樣去幫你決定說 你到底能靠近什麼去做的 第一個 作業系統 接下來你可以看工具 很多人早期的時候 會從作業系統的角度來去看 所以我比較熟悉哪個作業系統 所以我就有選他來做 OpenStake安裝 這個東西其實基本上 沒錯 但是後來來看 你應該是從那個 你要把什麼樣的應用 服務放在你這個 OpenStake這個平台 這個原平台上面 然後來去看 才會去決定說 你下面這個平台有什麼 那下面這個平台呢 你就需要看說 你到底熟悉什麼 比如說可能大家很熟悉 RPM-based 不管是Sentos Ray Air 或者是SUSE 或者是有很多那種 安裝部署工具 那你可能是Debian-based 你可能會用什麼 ABT這種東西 這種EBKG的Base的東西 那當然就是第一個 你選擇 你比較熟悉的方式來看 這個東西 那再來講工具 工具這個東西 它 它就會很多 那為了要節省各位在部署上面的一些 繁雜 簡化它的繁雜度 所以會有很多的工具 會跟各位討論 那這幾個東西 其實大家 可能都聽過什麼 什麼四大金插 那些東西 大概等一下會提一下 那再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們就會看到套件 套件 就是說 有些人會把這些套件 把它做一個很好的一個 或加一些東西把它整合它 然後包製一個很好的ISO檔 叫那個ISO檔 裝上去 然後這個很多東西 你就可以解決了 那最後會講Appliance Appliance是什麼東西呢 它可以是一個虛擬的機器 放在一個虛擬環子 讓你稍微嘗試一下 就是說出席的時候 我可能只是做個POC 或做個概念上的驗證的時候 你可以做Appliance 那實際上到了生產環境的時候 當然不先用虛擬環境 那你可以買 像台灣有些廠商 台灣有些廠商 他們再把 他們跟一些國外的軟體公司 去做一些整合 就是說我今天就跟你下個order 然後我就說 我可能需要幾台機器 然後它是整個做 這個CPU是多少 我就直接開規格出去說 我可能需要capacity 就整個容量 比如說我們要開1000個bm 然後我大概預算多少 然後我的儲存空間 可能是要170 或者是什麼1TB 開規格出去 然後你就這種廠商幫我去把 這個規格算出來 然後連續一架 然後整個是一個不錯的價格 然後就把這個東西放進了機房 那放進這樣子的機房 你就可以再去 去直接把OpenSake庫上來 相對來說 我今天只要派 有經驗的運用人員 接下來去控管 這部OpenSake庫 可能相對來說 比較快入門 比較快入門 OK好 那回來看 先講做一種這一塊 那 我這邊也順便請教各位 大家有過過OpenSake的 可以大概舉下手嗎 有沒有過過 哇不錯不錯 大家都是 用盡量腦袋小老爸 看我第二球 那 用無方圖的舉手 下面我一直選擇無方圖 無方圖不用錢對不對 那用Redhead的舉手 要錢的管比較少 在這邊 今天我代表開放社群 所以我建議大家用你錢的 不行啦 那我改變那個 要付錢的企業工具上班 這樣回去回老闆吧 不過我大概跟各位講 就是說 為什麼要去選 比如說像這個書捨 它是要企業版 相對來說 它代表可能是很穩定 其實說這個企業版本 有時候相對來說 你今天如果是公司裡面很重要的運輸團 這種企業級版本來說會比較好 那無方圖這種免費版本 而且無方圖其實在一些先天上的優勢 他 OpenFig在開發的時候 他的不管開發的Lifecycle 開發的cycle 或者是他的reference平台 都是無方圖 所以相對無方圖來說 今天如果你要用一些新的feature 新的function的時候 無方圖的確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而且你在很多次那個 基金會的一些調查報告 就是OpenStack也有一個基金會 他每半年的時候 會邀請所有的users 不管你是developer還是operator 他會期間填一個線上文圈 然後從這個線上文圈來去看一下說 目前大概 Global整個圈就各地 他們使用情況大概是怎麼樣 那補方圖一直都是 不管在hostOS 或caseOS 你使用力一直都會很高 那Redhead就是另外一個上文套件 那Redhead其實他也是在很多地方 就做整合 去幫你做這些事情 不過有時候大家會用的東西 就是會用Santos 那Santos相對來說 它其實就是openStake 然後那個Redhead的一個免費版本 你拿掉一些什麼 Ego會選什麼東西 Ego商標拿掉的話 就這樣出來一個版本 那 在台灣的確很多人都非常熟悉 RPM-based的作為系統 那 從這個講了這麼多東西 其實簡單去講句話說 其實如果你要選擇一個openStake 如果你實在是 還不太了解openStake 它上面有哪些component 你到底要裝哪些東西的時候 一個方式 可以先從這樣的角度去思考 我先選一個我熟悉的作為平台 好 我先掃一個我熟悉的作為平台 因為至少困難度會少掉一些 困難度會少掉一些 不然的話 你從一開始什麼 欸 剛剛人家說什麼 呃 呃 我什麼 人家一開始說什麼 然後openStake 是用無方圖的作為平台 去開發的 所以我就直接拿無方圖 結果我從以前 我都不用無方圖的 所以我就跑去學 然後一堆東西還要再學 會增加你的一些 多多少少還有一些學習曲線 困難度的問題 好 那像Debian 它可能也是一個選擇 Debian 它可能也是一個選擇 不過大概總提出來就是說 今天先選一個你熟悉的東西 然後來去看 那的確像Debian 跟無方圖這種東西 它就是會有一些先天上的優勢 所有openStake 比較新的版本 比如像現在最新的是 米塔卡的Release 它就的確可以 比較容易你就拿到新的Source Code 然後如果 當你有經驗的時候 你就可以知道說 可以在上面去 嘗試新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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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可以選擇 無方圖 或者是像Debian這種 它隨時都會是最新的Release 那當然還有人家說什麼 其他有什麼 OpenSuser 其他這些東西 但它不同的時間 也會把這種 比較新的 比如說 OpenStake M版本 Release 它會把這個包 安裝好 放在他們的Release 上面 那你可以今天一樣 只透過5Pass去下載下來 不過 好 我們先選完作為系統 其實這還 我坦白講 我覺得還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還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們接下來要看的是 部署工具這件事情 那部署工具很難用嘛 好 我先看一下 先秀這張Slide 什麼POPP Nsible Sl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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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玩過 這幾個東西 可不可以大家舉個手 那 大家都是拿它來做什麼 是把它做什麼 自動化 還是說Configure 的一些工具 因為大部分都是在做 或者是拿來做Debug 這些Tools 來用這些東西 那 這幾個東西 有些來說 它有它一些好處 比如說 學習曲線可能沒有那麼 盤賞 那有些人覺得說 它 它是Agent 它不需要在另外一端 什麼安裝 東西來說 那這個東西都會有一些影響 有些人就說 我就是不喜歡在我的那個 Clide端那邊去塞一個A9那邊 可是有些人設計說 我就塞一個ClideA9在那邊 這個東西是為什麼呢 有些人 有些人是這樣 我也塞一個ClideA9在那邊 今天我隨時可以去跟 我的 Server那邊去的溝通 從 比如說 微音上或資安上面 角度來看 我今天如果有辦法 有一個Agent 一直不斷的跟 ServerThink 只要我的這邊 設定檔也有改 還是什麼東西 我從遠端 直接可以把那個設定檔 改寫回來 相對來說 就不怕 下面的一些設定檔 比如說被誰改掉 改不回來 什麼 我會有這些想法 那有些人就說 我就要解癖 我就是習慣做DLH 我一樣可以透過其他方式 把這東西做得到 所以說 剛剛這四個東西 其實你就必須 你要先清楚說 你這幾個工具 它的特性 它到底可以怎麼做 它到底可以幫你解決什麼問題 那 這種 有人喜歡吃青菜 有人喜歡吃肉 然後有些人吃麵 有些人喜歡喝湯 好像喝湯不會飽 那有這麼多東西 大家到底怎麼樣 你要去把這個東西弄出來 那這個東西問題也很多 問題也很多 那如果光要講 比較這四個東西 其實也各自 各自都有一塊去講 那我個人 我個人現在 比較prefer的 是An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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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但是其他東西 其他東西 也會有很多的 一些好處 一些好處 那Ansible 它當然會有它的小處 那 我覺得有機會 可以跟大家再分享一下 這些東西 那 另外如果說 前面提到 就是大家很多人 會想要用什麼 JuJuMars JuJuMars 那在早期的時候 我很愛用JuJuMars JuJuMars很不穩定 但是只要你把它調整完之後 你接下來就可以 駕馭JuJuMars 這樣子的一個組合 就是 你把你的硬體部署完 然後 接下來就是 幫你一部Service 幫你把這些東西 解決掉之後呢 接下來你很多東西 你就可以 非常好控制 那還是回來 一句話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說 你有這麼多的Tool 這麼多Tool 你要選擇一個東西 就是說 前面一個選擇你的座位器材 那你可能選擇座位器材 上面可能有些 安裝包 它不是最新 它不是最新的 那你就要想辦法去把 這樣子 找到它 配合它 你 當然不像說哪個工具 是一直有問題的 到處都是BUG 然後到處都在那邊炸地雷 聽起來真的 你實在是很 一定要用起來也很不舒服 那 之前 我都會用JuJuMars 去做一些東西 去做一些東西 那現在來說 其實還有其他的拖額 那 你每次要把這些 把這些什麼安裝工具弄好之後 你還要想辦法去找一個 它的設定檔 那其實這個設定檔 其實是一直都很麻煩的一件事情 我不知道大概 各位有沒有嘗試過用 一些什麼Puppy啊 或者是直接自己去config的那些東西 那個寫那個設定檔 你跟掃了一個什麼大瓜糊 什麼的 就開始 那東西跳錯誤 然後你要去改 這個還算小問題 如果你要去寫到什麼 一個很大一串 如果沒有一個好東西 然後會碰到很大的關卡 那 今天 我其實不會給各位一個明確的答案 是說 我大概只給各位一個方向 從一個大角度來看 就是說 我們今天選完了座位系統 然後 然後 先從 我熟悉的做一些 我開始找 左手 開始 開始用 然後接下來我選一個不錯的工具 可是當選這個工具的時候 我有時候非常要嘗試說 這個工具到底我熟不熟悉 我了不了解 那 到底有沒有找到一個很好的網路資源 或是社群 有沒有幫你來做這件事情 那我想 Answer這個東西 是一直會比較受到大家歡迎的 也是因為它現在越來越popular 那再來我們來講套件這個事情 那 其實講套件會有點跟前面的東西有點 沒有什麼關係 我覺得 所以說 我曾經也曾經在講說 今天如果像選套件 就是說 我就不管上面那些工具 反正我只要選一個套件 因為 為什麼要選套件 它很多東西就是說 它只要求你說 比如說你把你這個IT環境裡面 需要的一些設定值 我簡單講 就比如說網路 網路這上面 它可能有需要什麼 你可能 OpenStack 它可能有好幾個網路區段 你可能要 我只要把這些值給我 那我就靠套件上面 你上面之前 你不管是用什麼 Shift 還是SoulStack 還是哪些 還是Anson 我都不管 可能套件它就會把這些 那些Engine 自己幫你設定跟處理好 處理完成之後 你就可以來做這些東西 那大概提一下 像SoulStack 它是用什麼樣的東西 它是用一個叫Quobar的進去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其實在很早期的時候 Quobar其實還蠻流行的 那現在的東西 它基本上 大家可能比較常在看到 就是在SoulStack的平台上面 那其實 Quobar它可以幫忙你去做很多 或者說 你可以想到的東西 不管比較不好度 不Safe Safe 是另外一個 那個 軟體定義儲存的 一套 Storage 那 那 Quobar它可以幫你來做很多 這樣的東西 那 它下面的那個 Engine 就是Code Shift 那如果今天我是從一個選套件商的想法來看 就比如說 我很喜歡用OpenSuser 然後公司它會願意出錢去買Suser的東西 那我當然我就會想說 我就去了解Quobar這樣的東西 那Quobar它其實會有一些好處跟地方 就說 那相對來說 它有一個WebUI出來 所以說它就也不會說 有些什麼那種文字介面 然後我就去部署的時候比較麻煩 它 今天在安裝一個節點的時候 就說 我們今天OpenSafe一定會有一個安裝節點 來負責幫你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那我只要透過Quobar這樣的技術 就安裝起來 而且Suser它會有一些像 什麼Suser Studio 可以讓你下載 它直接就一個安裝節點的安裝包 你把它下載之後 你就有辦法去部署一個OpenSafe出來 相對來說簡單一些 簡單一些 那另外講Mentors Mentors它是OpenSafe裡面 現在等於說最大的一個供應商 也是SourceCode最大的貢獻者 那我一直對於Mentors的Fuel 其實也是非常有好感 也是非常有好感 那它的部署工具 這個框架就是用Fuel 那Fuel它這個底下呢 它會用了 它在之前的Fuel 它會用一些Puppy Encreative 那些東西去做 那很簡單講 其實任何一家的那個 部署工具它其實都會是用 就是我先透過一個PSD 然後去連到某台安裝節點 然後當我的安裝節點 認識到這些機器的時候 我把OS步過去 然後OS步過去 再放一些這種 剛剛前面提到那幾個 4R精采 然後把它那個 Service丟過去 然後就完成一個OpenSafe 但是呢 最近Mentors 它開始慢慢很多東西都 continualize 就容器化 Duck其實越來越受歡迎 那Mentors 最近我就覺得它有點困擾我 以前我在弄Mentors Fuel這個Masternode的時候 它可以很快速的 幫我把這個安裝節點設計好 但是現在它有一些改變 它很多東西都Duck來 Duck之後 所以它在單純只是裝Masternode 它就要花上我很多的時間 那 我不知道這邊 有沒有很多人在用 Mentors的Fuel 副系統 有沒有聽過這個東西 或用這個東西做過 還有一位不錯 大家互相聊一下 因為Mentors 其實在 早期的版本 我覺得它是很快速的去Build 它一樣提供什麼WebUI 可以幫你很快速的去 附件這個系統 然後 我把安裝節點設計完之後 只要每個可以連到 這個AdminNode的機器 它就可以把這個東西做出來 好 我明天下午的時候 會有另外一個Walshaw 在這邊樓上 那大家會提一下說 我用Mentors 他自己寫了一些script 讓大家去感受一下說 我怎麼樣快速的去 透過Mentors的Fuel 去把這個東西布出來 那它這個東西其實還蠻快的 不過我的重點 明天不會特別講Fuel這個東西 我會比較講 OpenSource OpenStake 他們講的另外一個專案 好 那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用Mentors的Fuel 然後它現在開始用打口機去做 不過它現在就是比較遠 花時間在Build這樣的機器 來講HPK 前面講的這幾個都是比較偏商業化套件 因為商業化套件 高的還不錯 高的還不錯 所以特別會講這些商業化的東西 之前呢 他說用TripleO TripleO TripleO 我必須講 HPK的東西從以前到現在 聽說這個地方還蠻多 OpenStake 這邊還有聽說好幾桌OpenStake 都已經有Vue HPK的OpenStake在這邊 它的Installer真的困擾我很久 我永遠搞不清楚它的Installer怎麼做 甚至它早期會用TripleO的技術 那真的是浪費工程式的生意 然後 然後 沒有辦法去好好 好好去 就是說 你要先看懂它的文件在寫什麼 然後才知道說它怎麼去做這件事情 那不過它慢慢它就開始會說 我開始用Answer 那如果用Answer 那如果用Answer來說 我覺得這個東西我就會比較喜歡它 那相對來說 Answer是一個 我私人上比較prefer的技術 它可以做這東西 那它可以把這東西做出來 那再來講OpenStake的Playphone Rainhead它自己有它自己的商業化桶件 它用OpenStake的一個Director 來幫你把這個環境建造 幫你環境建造 那它會用TripleO 那它後來也把Answer這個公司買下來 所以它之後會不會用Answer 還是它開始做這些事情 那就盡情期待 所以它最後還是會做一些整合 會做一些整合 好 那來看 今天假設我一樣用Rainhead 或者我用Santos這樣子做的系統 可是我卻不想 比如說在擺它上面的東西的時候 當然我還有其他的選擇 用PegStake這個東西 那PegStake呢 它其實背後基於的技術也是用Puby 也是用Puby在做 那這個東西相對來說 它就這麼簡單易用 網路上有些什麼很多安裝文件 也是用這種RDO的技術去做 RDO的技術去做 那它 而且我發現台灣有些廠商的教育訓練單位 他們也是用RDO這樣子的技術去幫各位付出 那如果你想要用這種比較非控管 比較方便的東西 你可以用RDO這樣子去做 那只是說它會 RDO這個東西只是會適合 跑在比如說Fedora上面 或這種RBM-based的產品上面 會比較適合 那 因為通常我們套件商這種都會比較 是商業社產公司的比較重 那IBM呢 它也會有它提出自己的 叫ICM的東西 一個IBM Cloud Manager 那這個都是它必須要跟它公司的一些 其他的東西去做搭配 不過如果單純就在ICM 它一樣可以幫你把一個OpenState環境 部署起來 幫你把它部署起來 那這邊廠商社產比較嚴重 你就不會特別多提 那像什麼Oracle 又有自己的OpenState 有聽過Oracle 有出過OpenState 那一段之前就整個一些什麼 VMware Integration OpenState 不過它是在它的一個VM-based上面 把一些OpenState環境提起來 那會是另外一套做法 那 我坦白講 我個人是覺得這個東西 試試看就好 試試看就好 那其實講到這麼多 其實還有一些比如說 大家可能會聽過 什麼DevState 那些東西 那DevState它其實會 會是比較 它也不能講State環境 它就是可能有什麼 很多Scream的寫好 然後你去GitHub 上面 Chrome下來它的Source Code 然後 到 那Change到它的那個State環境 然後裡面開始你就可以卷裝 那這個東西我真的覺得是 拿來做開發運動 不適合在 我一直 它最近好像有一些改版 有一些做法上面的不同 所以它的 Config 啊 什麼東西會有很大的改善 但是我 對它的印象來說 還不是真的很拿來適合做圍運 就是說你只要做開發 要做一些 測試 還不算驗證嗎 測試而已 那我覺得你可以用DevState 來做 那 DevState它 因為它把Scream起來 所以你可以來把它這樣做 那 另外一個最後的做法就是說 欸 我覺得我今天 就是想要嘗試 一步一步裝 這邊有沒有曾經 照著那個 OpenSeg 官方文件 這樣一步一步裝的 不是在GitHub上 感謝你們 你們 你們 你們可以講一下你們多久裝起來嗎 有沒有超過兩個禮拜 有沒有超過兩個禮拜 兩個禮拜裝起來是 按下去 那個東西不會出錯的那種 從來沒有成功過 你看對吧 那個文件 齁 那個他們社群經理之外難趕 我們有一天去找他 去他家門口 趕快把文件修好 好不好 我從早期就是要那個文件 就是跟著做跟著錯 沒有一次完成功 好不容易看到他的Web Console 出來之後 一點下去通通給我挑 紅色錯誤去理出來 我就說到底哪裡錯 然後那時候完全沒經驗 不知道怎麼Debug 聽起來就是很糟糕的一個經驗 不是說這個東西很好用嗎 還是會怎麼到處都是這樣問 所以 千萬不要這樣做 真的建議各位 你可以去找像Sentos上面用的RBO 或者是一些什麼前面提到的 比如說有什麼Ansible 現在OvenSource上面有很多Ansible這些 一些Module可以這樣去用 用那些東西去把它做 那相對來說也很方便很快速去做這些事情 千萬不要 因為生命寶貴的時間有限 千萬不要浪費在那上面 你現在如果去找那些什麼 像前面提到的什麼Mentus 那個很快速就可以幫你把這些事情做好 那如果說你想嘗試 像比如說你是公司 他們長期以來就是用什麼Rayhead 或者是Suster這樣的產品 那你就找這些套件商 其實要講的 這邊其實要請大家 建立一些觀念上面就是說 我真的還是建議在初期 如果你對OpenStack來說 技術能力掌握度不太好的時候 你可以邀請一些廠商來 初期幫你來做這些建置服務 縮短你們那些學習的時間 因為當你有一個環境的時候 你的重點是要說 我趕快把一個服務放在上面 你只要去了解到說 它下一個到底這個平台可以幫你做的來的東西 因為一個語音它其實是在幫助你一件 一件business 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不管這件事情是IT上面的事情 還是你公司營運上面 或者是你學校上面 學術研究的東西 那如果說你連這個一開始 這個建置這些事情 都沒有辦法很快速完成的時候 那相對來說你就會浪費很多 很多不是很重要的地方在那邊 那其實這樣子我覺得就是說 不要花時間在那些浪費 在那些無謂的工作上面 很快速的去找一個方式去做 那明天下午會有一個workshop 這邊真的打廣告一下 我會特別去講COLA這個東西 我會特別去講COLA這個東西 然後台灣呢 有一個COLA的貢獻者在台灣 那他對COLA這一塊研究非常的深入 我們今天邀請他一起來加入這樣子 那說真的來說COLA它 我大概提一下COLA是什麼東西 它目前還沒有一個 算是一個完整商業化的套件 不過開始有些人慢慢會利用醬體概念 來去做這些東西 這邊跟各位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說 大家知道最近那個container還蠻流行的 所以說COLA它這個project就是說 OpenStack裡面 等一下我會提到DevCore 它表示說OpenStack裡面會有非常多這些 原件跟技術 那我要怎麼樣把哪些原件要裝 哪些什麼設定值要填好 那我為什麼不想說 我今天把container這樣子的概念 帶進去OpenStack裡面 我知道今天有一個 把某個OpenStack Service 把它包裝成一個container的Service 可以對外提供 然後它就變成一個OpenStack的Service 那我今天要做回運 要做升級 甚至開始要去做一些比較進階一點的 你的ID環境的需求的時候 它相對來說方便很多 我今天如果COLA之後 COLA之後的OpenStack 我今天要升級某一個component 我就只要把那一包丟過去試一下 誒沒問題 那就直接去Run 如果測試驗證 我的Service沒有問題 那我就開始讓它進COLA環境 那如果有問題也沒關係 它也很方便 我就抽掉 再換回去原來的 我們再去找其他方法 比如重新再View一包 再去傳 相對來說 比較方便 比較快速一點 而且COLA有個好處 COLA有個好處 它是怎麼樣呢 它可以在一台機器上面 就可以把你的環境保起來 你只要是一台Inix的機器 然後呢上面可以大概8G的Vivory 然後它就可以跑 聽起來就好像已經好很多 我前面為什麼會講Appliance 就是說在目前為止來講 現在如果你要把一個OpenStack環境 佈起來 一定要把這台機器 那如果說各位學生 可能是用PCR去做研究 可是在公司裡面呢 他找很多sever來做研究 那可是其實一般公司裡面的資源 他不會有這麼多的 可能這樣多一台機器 可能都昨天見走 可能沒辦法那麼多的resource 讓你去做這些事情 那與其這樣子 還不如說 我今天買了 他要去做 可是相對來說 他一樣會買非常多的機器 可是如果像COLA這個 project 他只要一成熟之後 到時候你只要有一台機器 他就把一個OpenStack環境佈起來 而且他可以非常快速的 有時候就看你網路頻寬 然後或者是看你的一些環境 把這個東西做出來 他很快就可以做這些事情 好 那回來講 那有些東西 我就留著明天再來談 好 那 這麼多的元件我要用哪一個 首先先給各位一個觀念 一個想法就是說 只要你是Devcode的東西 你是Devcode的東西 就一定要用 OpenStack有對Devcode有些定義 就是說哪些東西是 不管你的版本怎麼改 這些元件一定是你的 不管你選什麼座位系統 你選什麼工具 或者是你選什麼樣的一個 商業化套件 或者是OpenStack的套件 你都需要把這幾個 Devcode的元件放進去 Devcode的元件放進去 好 首先叫NOVA NOVA NOVA一定要做 NOVA它可以管理什麼 什麼虛擬機啊 實體機啊 container啊 還有什麼 BMWare 還有IP這些東西 它都可以管理 所以這個東西一定要放進去 那 swift 這個提供 物件儲存的東西 這個東西一定要放進去 那sinder 它會提供 blood 這個Storage 一定要放進去 然後什麼nutron 或網路的這些東西 一定要放進去 好 那前面講到什麼swift 跟sinder這一塊 其實它都是在做儲存 它都是在提供儲存這一塊的管理 那 可是我 其實會非常建議 各位如果在無力度環境上面 建議還是用save這一套 軟體定義組件 來做這些事情 那為什麼會用save呢 有一個不太 有邏輯的說法 我必須講說 現在你看到很多商業套件 它們背後的backend storage 都會去 default上面 可能都會去選擇save 這樣子的軟體定義組件 的東西去做 那的確 這人家為什麼 商業套套件會去選 這東西 一定有他們的一些思考 邏輯跟想法 那 這些東西 我很簡單講就是說 的確save save 它是在這方面 它有很好的擴充性 然後 目前來說 效能可能會是它的一些問題 但是 長久來看 這個東西 終究會克服 因為任何一個open source quadure 在早期報告的問題都會是 大家對它有興趣 開始先把一些什麼 feature啊 function啊 開始一直往裡面加 然後大家發現 加到一個程度之後 大家開始去修bug 修bug之後 然後開始發現這個東西 真的越來越成熟 穩定了 接下來大家就開始 去做一件事情 叫做調架構 調參數 然後讓它的performance 往上拉 所以相對來說 就是說 今天這幾個 原件 它其實相對來說成熟 所以他們可能已經可以適合 在聖誕環境 但是如果說 你想要看到一些 比如說更好的 比如說未來性 比如說擴展啊 或者是 語音都要一直強調的 scale out這些東西 你可以嘗試去用像 shave這樣的東西 去做 去做 那再回來講這些 原件上的東西 另外一個叫Big 10 這邊 有些如果已經玩過 OpenStake 一段的朋友 其實大家可以知道說 有Big 10 這樣子的東西 你可以去 選擇你要的 比如說 你可能光是想要嘗試用 Database 那我只要把 挫骨這樣子的 安裝一件 安裝進來 安裝進來 你就可以做 但是回來還是 講到一點問題 就是說 你今天如果要從 作業系統來看 這個件事情 你今天公司可能 我想要 DBA 我想要很快速的 去把一些環境建立起來 那 不管今天是用在 測試開發環境 或者是真的把它 丟到生產環境裡面 我就要嘗試說 這個東西要上名端 我需要有一個 Database的 instance 可以快速起來 那你就可以嘗試 去把挫骨 這個東西拉進來 那這個時候 你可以從幾個角度來看 我們要從誰來開始看 他從作業系統 今天挫骨設置上面 哪一個作業系統 他支援比較好 看起來幾個作業系統 他都有 好 那我們來看 套件商 有沒有把挫骨包進去 他們這個版本的套件 目前來說 大家目前看到這些商品化套件 大部分都指到 L的版本 L的版本 沒有的版本 還沒到M M的話 就只有Muritus 還有Mitaka 還有到Mitaka 比較新的版本 那 所以說大家就看說 如果今天說這個 廠商的商業化套件 你也願意嘗試去做的時候 你可以嘗試去把它 去研究一下說 像 你要選的這些元件 是不是有一個 比較好的資源在裡面 他有時候可能是包進去 但是他其實 只是技術上的support 技術上的support 他們有一個很完整 很完整的資源 那這個時候其實 你就要考慮了 考慮了 那 你時間聽說剩下 5分鐘 那 我大概講一下說 其實在 我們前面講完 其實算部署的東西 那我運這一塊 其實有非常多的問題 有很多的問題 那 OpenStack其實在做HA這一塊 他有非常多的東西 著墨在裡面 那 我想這個 OpenStack HA 他也可以講的非常 非常長一段的東西 這個 今天真的時間可能有限 所以 如果有機會想要跟我瞭解 我們可以一起到 OpenStack台灣上面去 聊一聊 那 簡單講 HA 這邊有沒有很多的 MIS或ID的名 就是說大家可能是在學校裡面去做研究 還是會有 還是會有 那其實大家通常在 以前還沒有零端的時候 你在做HA 大家一定會想到什麼 為什麼 ActiveActiveActive ActiveStandby 然後你到底是從 作為系統這方面的HA要做 還是從你的應用程式下面的這些 應用程式環境程去做 你會做很多考量 比如說你的資料部 你的資料部到底的HA怎麼做 會有做很多的東西 那 這邊坦白講 嗯 時間上是沒有辦法 很依上面的仔細來講 所以 這可能就到會後的時候 大家再 跟我一起討論這一塊 那 比如像這個 腦裂這個問題 那你今天發生腦裂的時候 你怎麼樣去幫你把這個東西 去處理跟解決掉 那當然就是每個角色上面的HA 你要怎麼做 然後 當你今天這個HA做完的時候 表示說你今天是基於某個版本 或某個套件商 然後你 終於順順利利的把它安裝 建置完成之後 你接下來總會有碰到說 發現新的Feature 或者是有個Buff 你要怎麼去確定說 你在升級這個 修正這個Patch的時候 或者升級整個作型 比如說 今天我從 Ithaka的版本 要升級到NUTEN的時候 我要怎麼樣去做升級上面 沒問題 那 升級是 的確很大的一塊問題 那我通常 做法都是 會先把Deport Node 先升上去 我好像 如果大家覺得 有更好的方法 可以跟我們一起來討論 那我剛剛 一定是先把Deport 這個Economic Node 去把它做完 然後接下來 再去升Ctrl Node 那其實這還有很大的問題 Ctrl Node 你還有很多什麼HA機器 你到底要怎麼去做 才會在升級的過程中 造成一堆問題 那Ctrl Node Storage Node 其實這邊也會有 很多升級上面的問題 那Storage的話 我基本上 比較 比較有經驗 大家可以跟我來討論一下這一塊 好 好 那千多勝最後一分鐘 好 我給各位一個建議 為了要天天可以抓到 所以建議原理 Open是一個最好 開玩笑啦 就這樣講 好 那最後這邊 開放大家 QA的時間 那大家有沒有想要說 比較了解說 呃 升級微韻啊 或者是建制服務 這方面 有沒有比較想多了解的地方 在場的關係 聽眾們有沒有任何問題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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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有錄影機嗎 關於OpenStack 他使用Dock上的 你的訓練 因為你知道 那個Dock 他本身有記者說 對 他要包含是不是幾個Coverty 還有一些 呃 記者在 那 不過他那缺的就是 呃 Distributed的這個Value 那 我想OpenStack這邊 應該會有一些 東西可以Coverty 所以說 我可以用OpenStack 可以Revibrate到 這個Value 我們 是不是有 你有這樣的經驗可以 分享一下 好 我大概講一下 就是說 呃 其實像Content的這些東西 目前來說 它的確有它制止 已經開始會發展 它自己的Ecosystem 齁 那目前來說 它處理比較好的東西 就是在Coverty 這一塊 那有些會把Content的東西 或這樣Dock 這個東西 去跟OpenStack就結合 它的確是要利用到目前 OpenStack對於 網路跟Story 這一塊的儲存 它的方式會比較好一些 那 當然就是說 這要看 現在看 在OpenStack 有些廠商 有一些廠商 開始就是把這些 把這些Content的東西 整合進來 那 這方面目前來說 我還以為還會回來再學習 有些東西經驗上面 我可以實際上 可以跟你聊 一些比較詳細的東西 讓我們再把這些東西 討回出來 那這個東西要等廠商去把它 比較做好一個完整的套件 那 我記得我之前有看過 GearStack有些東西 我可以等一下 再討論 再把這個東西 分享給你們 那 謝謝 那這邊還有沒有 大家還是想知道一些 實際上有的Case 也是跟Tanker比較有關係 就是 像Tanker幾個Play Home 他們最近都在做網路的選擇化 好 OpenStack這種傳統 他們可以公開做這一層 像Tanker就變成 跌量級上去 那 未來你對這裡有什麼 看過嗎 好 那這也是一個很大問題 很好問題 其實 以 OpenStack來講 他很多網路的零件 都是在NUTO 然後他NUTO 現在開始把一些 什麼Service 開始往上面放 那這個東西長久來看 他接下來會發展 我覺得 我覺得其實 還是回來一句話就是說 OpenStack它的重點 會放在他Infra這一塊 所以說 其實我覺得你要看說 你今天是 你今天公司 或者是你的公司內部裡面 到底要做什麼事情 去找到你的一大堆的標準 我舉例來講好了 假設今天我是一個 做Telecom的公司 我其實會有我自己的 domain know-how 但是因為我為了 不想要讓 比如說 什麼 一些廠商網路問題 我希望想要說 我在網路這一塊 可以做到一些 做到一些 我舉例這樣好 我可能之前 現在很多電信網路都是IP化 那我公司其實本來就有一套的 那個流程 或者一價值 在處理這一塊 但是我想要透過 OpenStack 這個去管理 Infra的這些技術 我今天可以下面 都是用X86的機器 我不要再去買一些 那種很昂貴的機器 或者是只有他才能的技術 那我只是要利用OpenStack 去把這樣子的Infra 去幫我做有效的支援 值的利用跟整合 那我公司的重點 就是可以 專注在我最有價值的 這個domain know-how上面 那我只是把 那個什麼 OpenStack include 進來 那你的問題 其實是現在很多人 其實會嘗試在想的 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今天到底要 直接用container下去做 可是container上面的東西 它在網路的部分 我就講 它是一個OpenSource Quadrant 它現在就是在加Future 在修正Bar的階段 本來講 你現在就是在幫他 如果你很熱情 公司也願意support你去 你就去每天陪他玩 但是如果公司不可能 我覺得公司商業公司 不太會讓你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他跟台灣的公司 會做什麼東西 所以說現在短期之內 大家就會去找 OpenStack上面 有沒有container的技術 去幫你把這件事情做完 那這個東西 在OpenStack 就我目前了解 也是還在整合的階段 那可能這半年 他有些人的 很多新的技術的進展 會引進 那可能就要稍微去尋找一下 這個有些東西 普通論文台來講 我做好普通 有些東西我不是那麼清楚 但是就是說 你今天要做網路這一塊 你要怎麼去看你的 應用場景或環境 然後一樣你可以去 除了前面最簡單的方式 你從座位系統 選套件 然後或者是看這個套件廠商 他有沒有這樣子成功的resource 可以幫你做這件事情 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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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只是休眠 好 那其實大概就會是這幾個方向 去做這件事情 做這件事情 好 那像這邊有回答到你的問題 OK 好 謝謝 好 那有問題的話可以等一下 配合結束之後 可以再一個小時來聯絡 然後呢 剛剛聽講師講 真的在執政者之間 就是OpenStack 他用了很多 但是他也要很多工程 那基於Costop 本身就是一個開源社群 那如果大家有在用OpenStack 都不管是在公司上 那當然是越來越上 如果有遇到問題啊 或是什麼 可以幫忙和報警署 或是 像文件如果有缺漏的話 其實大家都可以去幫忙貢獻 幫忙修盛 那這才是開源社群裡面的一個真相發展 那 講師在明天的下午一點半 他還有三個小時的workshop 對於OpenStack 他可以有很多寶貴經驗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明天下午一點半 歡迎大家也去參加 我們這層的OpenStack 的workshop 那今天議程就到這邊 那謝謝大家 也謝謝明天 謝謝各位先生參加 那如果還有什麼事 多多問題 就要來問問 交流一下 謝謝